日前导演张员写编剧《孔二狗》主演李星云等量向北京未即将上映的青春爱情电影《有种卖力宣传》 张员的御用女主角李星云在片中饰演乐队主唱《柚子》 而负责发行的高筋现场爆料《柚子》的故事某种程度上是王妃的写照 她有很多歌谈天后王妃的影子 有些是按照她的情感经历复制出来的 有些是和她的一些情感经历相笨合的 而且就我所知 邓威同志也多次来剧组会面探班 帮着改写剧本 改写剧本 出些主意 当记者向导演张员求证时他回答说 你像不管是王妃啊 王峰啊 还有包括所有现在这些歌手 包括艺术家 很多的艺术家都经历过他们自己的最低点 但是这有什么 张员导演早前和徐静雷 赵薇 佟大为等众多知名艺人合作过 而近日网上爆出一份的演员影视剧身价表 最近张员合作的演员大多数都是80后新人 是不是和演员暴涨的身价有关的 张员却打起了太极 我没有看你 我看了 你看了 有意思吗 这个 原来还挺真实的 挺真实的 挺准的 男的女的 挺贵的也 电影 电影价格表达 怎么办 他没生下的 我觉得没有什么 孔二狗也拍电影 他去找我 我就给他告诉他 我是零报价 东兴娱乐整理报道 照片